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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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裝紅后的話它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職業 因為台灣人比較少知道 大家可能都覺得我們是男扮女裝 然後對個嘴唱歌 其實現在的變裝 比較強調女性特質的 它比較像是一個可以做自己 可以更大膽 我們其實在傳達的是一種 我們不應該被性別去影響 其實做自己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 同志跟一般人有沒有差別 沒有 大聲 沒有 對不對 很好 沒有差別對不對 開始學習彩妝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彩妝真的可以讓一個人 變得很有自信 但唯一沒有辦法改變的就是 鼻子的高度 其實靠彩妝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尤其是我現在的工作是變裝紅後 我們的特色其實就是要畫很漂亮的妝容 我還是會有一點點覺得 不夠這麼完美的地方是 當我把我的妝畫好了 各方面部分都已經達到我心中標準的時候 我覺得鼻子的部分我還是沒有辦法好好的處理 身邊有很多朋友是在風華做手術的 其實不管是鼻子或是其他部位 我覺得效果都非常的好 術前當然一定會有一些緊張跟疑慮 畢竟它是一件大事情 因為它在你的臉上動刀 可是在諮詢的過程當中 高醫師它會非常的細心 然後非常確定的跟你一步一步完成 這個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動刀這件事情完全馬乎不得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選擇風華的原因 我們回診大概也就是看看傷口 我想都是很 也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大概就是 紀錄它恢復的情況 還有等待它消除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友聯達是一個非常好的患者 非常合作的患者 而且它的散發出來的自信也讓我很感動 謝謝高醫師 謝謝 首先第一位 是我們剛剛做完鼻子的友聯商的蘇拉 術後改變我覺得當然是表演的時候 尤其是化妝的時候差非常多 因為以前都會知道說其實化妝在修飾筆型方面 是比較需要下功夫的 可是現在是我真的不用花太多力氣 我就可以讓我的整個五官的比例 都看起來是更符合我自己心目中的標準 所以我在表演的時候我也會 特別的有自信 因為我不會特別還要去巧角度 我不用特別去顧慮說 我現在這個樣子好不好看 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表演 一種對自己的相信 就是相信我自己做得到 然後我也知道我現在狀態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最大 帶給我最大的改變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好的改變 讓我看見 我可以看到這個 我可以看見 並不改變